個人意見節目 廣東廣西 現在開始 星期二晚廣東廣西的人民風景 直播室有岑又飛 另外有三位嘉賓 和我們一起紀念 陶寧的電腦之父 我先介紹一下三位嘉賓 給各位聽眾聽聽 一個就是文化界的前輩 陸妮女士 我和陸妮 我應該叫她師姐 因為和她相識了已經四十幾年 六十年代 她那時在中學生周報 主編我那時還是大學生 曾經跟她和一班朋友 分享過一個住宅單位 一起好像現在的劏夥 每個人住一間 所以都認識了很久 陸妮我聽很多朋友說 以前曾經是杜魯福之迷 杜魯福的迷 又做過花生迷 又做過黃子華的迷 但現在最近聽說是成為陶寧迷 那為什麼要聽陸妮說 如何是恩和淵源成為陶寧一族 對陶寧這麼有興趣呢 有什麼恩緣呢 另外傅偉儀女士 Winnie曾經上過我們的節目 說過導演岳峰 聽說她也搞過很多和陶寧有關的展覽 應該都很詳細知道關於陶寧的一切 最新的消息也有 另外還有一位呢 真是我們的行家 就是這個資訊科技專家 香港的電腦學會 都是楊教授 楊耀波教授 我是會員 你是會員 可以去講一下 這關於我們不是很熟悉的科技的知識 陶寧我想在電腦界很熟悉 可能一般因為我們陸寧女士 我們這個節目聽眾很多 由八十幾歲到十幾歲都有 各階層什麼都都有 包括還有很多的士大佬 所以可能每個都知道陶寧是何許人也 我想請楊教授很簡單地介紹一下陶寧奇人 好啊好啊 謝謝P哥 艾倫陶寧就是一個英國的數學家 也是科學家 他就1912年出生 1954年去世 他一生的關於電腦方面 是做了很多創新 所以現在人們就叫他電腦之父 以及人工智能之父 那麼他戰時幫英國政府 就破解了很多德軍的那些海軍的密碼 叫做Enigma 那麼就有人說 由於他的努力 就令到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 是縮短了兩年 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以及提早結束了那個大戰 那麼他戰後呢 又有份設計 那時候有部叫ACE 在英國的一部電腦 就是首先提倡 是可以儲藏一些 電腦的程式 可以連續運用 所以現在很多電腦的設計 都是根據他的設計 所以他就叫做電腦之父 我們首先會顧一下 因為我們說 陶寧世世六十週年 其實已經超過六十週年 六十年 已經過了了 應該是1954年六月 是吧 六月七日 現在已經是十一月了 那你就說 聽說 傅偉爾女士 阿威尼曾經搞過這個 六十週年 當年六月的時候 搞過一個紀念 其實是2012年 當她是 誕生一百週年 誕生一百週年的時候 香港是做了一系列的活動 陸黎伊就是非常積極的推動者之一 亦都在六月二十三日 那一天 就在藝術中心 搞了一個小型展覽 其實在再之前 電腦學會 和我們其中一個搞手 王劍橋先生 亦都搞了一些講座 那我在哪個位出現呢 就是其實在2012年的 一個新媒體的藝術展 叫做Microwave International New Media Festival 專門做一些新媒體藝術 那為什麼我們會有興趣去對圖靈呢 因為新媒體藝術 其實大多數都是涉及電腦科技的一些藝術作品 而我們有興趣是什麼呢 就是這些電腦的code 碼法 Decode 解碼法 是怎樣可以透過這些電腦的code and decode 而是做到藝術創作出來的 而圖靈的一生 除了剛才說的人工智能 和它是電腦之父的最根源之外 其實原來它是可以用數學方法 去理解到世界上很漂亮很漂亮的 例如動物身上的圖案 那些牛牛是一塊塊的 那些花葉是這樣的形狀 那些樹葉是這樣的形狀 那些樹葉是這樣的形狀 它是可以用數學的方法計算出來 這些其實跟美學很有關係 所以我們有興趣去搞一些藝術展覽 綠黎女士 要說一說 你如何成為圖靈的發燒友 可不可以叫你發燒友 圖靈的 超級發燒友 超級 什麼時候開始的 其實好像很多人一樣 我最初是不知道圖靈的名字 又不知道她的人 我是從2000年開始 就是全靠遼寧出版社 它出了十幾二十本科學家的 給青少年看的 中英對照的一些毒物 那譬如愛因斯坦 達爾文 居尼夫人 全部都在動行裡 那我就買了其中一些 那看一看一看就見到封面 就是計算機 因為大陸叫電腦 叫電子計算機 計算機 那個科學家叫圖靈 那樣子我又不認識了 名字我又沒有聽過了 那計算機電腦 我也是完全不認識的 其實我是這四年才 慢慢學一些皮毛 學一些皮毛 就可以去Facebook那裡玩 那以前是什麼都不認識 很怕電腦 其實現在都怕 但是可以認識一點點 那就是因為不認識 所以就更加會高山養子 一件事你是完全不認識的 而你又可以摸到一點點 也都不明白的 那就變成知道他 哇電腦支付 為什麼他會出一本專書 就是計算機和圖靈呢 他是這樣代表 因為根據現在有些人形容 任何的電腦 無論大還是小 或者是一個手機 你把它拆開 拆到最中心的核心 就是圖靈 想出來的最初的概念 也都是後面人叫做Turing Machine 那一個 畫了一個圖出來 但他沒有證出來的 那一個機器 就是用來計算 他自己要找出一個定理 去駁前面一個數學家的定理 但是他是在註解那裡 設計了這個Machine 那這個Machine就是那個概念 任何電腦你拆到最後 都是這個 一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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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算 在技術方面 那個就叫做 Universal Touring Machine 通用運算機 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但是現在變成了所有運算機的骨幹 因為今年就是 我們香港沒有搞過60周年的紀念 講過2012年是誕生的100周年 是誕生的60周年有沒有任何活動 其實呢 陸黎伊呢 就是非常積極 在過去2012到今天 都是跟英國那個紀念單位的搞手 Professor Barry Cooper 是有聯絡 那我們不是沒有做到 雖然我們沒有大型的一些節目 今年 但是呢 我們呢 是透過陸黎伊的構思 設計和組織 我們是有一個香港的設計 是被6月7號 在倫敦 那個Bletchley Park 就是以前 陶寧去解碼 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解碼那個地方 在一個叫做Bletchley Park的公園裡面 他們就搞了一個Turing Test 而呢 他們採用了我們香港設計的60周年的一顆鑽石花 你做他們的紀念品 那這個都算是 陸黎伊是很開心 令到我們香港的人 亦都很驕傲的一件事 那 講起陶寧呢 因為剛剛講起解碼 就是它是破解了德國的Enigma 那個聽說的楊教授 很難的 因為它那個解密碼機 可以自動轉密碼 到一段時間就轉密碼 所以很難解的 其實它用什麼方式來解 因為它聽說是非常難解 它自己會轉的 那個密碼機會轉的 那它要解就很難 它很像用那個叫做Golossos 好像一個很簡單的製作來做的 它有一個密碼機 就很多個很多轉盤的 接下來我們會講的那套電影 甚至 你現在一個電影 香港還沒做 叫做Imitation機 Imitation機 解碼遊戲 現在易做 解碼遊戲 不是叫做模擬遊戲 解碼遊戲 他們現在定義叫做解碼遊戲 定義解碼遊戲 因為就說 上個星期五在英國做了 就這個星期五 今天星期二 這個星期五是美國上映 所以還未到香港 是的 它可以預早 是其他最新消息關於圖 明年二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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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預告片 我在YouTube看預告片 已經看到這些解碼器 一個個圓block 很大很大 它這個設計解碼器 就是可以很快地 這樣就拆解到德國的密碼 德國海軍、陸軍、空軍都有不同的密碼 但是海軍是最難解的 圖寧那時候在英國做 首先這一部機 有一部分的設計是波蘭傳過來的 但是波蘭傳過來之後 德國人已經改了很多 圖寧用他的理論 加上這些解碼器 再加一件事 就是間諜 那間諜就是怎樣呢 德軍很準時的 譬如每一天 他準時就會傳天氣報告 給所有潛艇 你截到那個訊號 你就開始找 有哪些馬 可能和天氣有關 所以就將那個間諜 再加上這個電腦運算 來拆 還有一個好消息 因為講一些圖寧 我要跟聽眾說說 就是說 楊教授已經知道 有一個圖寧獎 圖寧獎本來是25萬美金的 但是聽說 本來是兩個贊助商 一個是Intel 一個是Google 但是上個星期三 Intel說不贊助 但是Google繼續贊助 將那25萬美金提升到100萬美金 這個就是最新的了 這個100萬美金 相當於拍得住諾貝爾獎金 這個是電腦界的諾貝爾獎 沒錯 這個主辦單位就是ACM 美國的ACM團體 這個獎每一年都是給一個最傑出 對電腦科學有貢獻 每一年都是一個 相當於電腦界的諾貝爾獎 亞洲有一個華人獲得諾貝爾獎 就是有一個叫姚奇之教授 是 那幾年 都十幾年前 十幾年前 2001 姚奇之教授 現在應該是在北京的 但是他也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客座教授 哦 好了 我們現在有轉一個話題 因為講起陶寧的貢獻 就說現在很多人都說 陶寧是被迫害而死的 究竟是不是算是迫害 以及他的死是否一個迷呢 究竟他是自然而死 因為意外而死 還是自殺而死 不知道三位怎麼看呢 陶寧你可不可以 你認為他是不是自殺 很難回答 因為每一樣都有很多的理論 以及有人寫書 那他媽媽就是 一直都不信他是自殺 說他是意外 他做化學實驗 那時候有些生哀欺親一下 那 然後呢 當然一路以來大家都會 幾乎都接受了 就說他自殺 特別是他們去驗屍的時候 法庭 都說他是自殺 那後來 不知道哪一年開始 有些人就說 可能是謀殺 因為他是一個 一個代表了 還有他的腦子裡面 有很多的機密 是最高的機密 那 他之所以一路都不為人知 就是因為他是一個軍事的機密 是 是逢親解馬的 包括大陸的暗算 那個劇集都有交代 有些國家呢 就是要 戰爭完了三十年 才可以公開的 就是爸爸媽媽 老婆子女 都不能說的 有些國家就五十年才公開 所以是一個高度的機密 另外他一個秘密 就是因為他是同性戀儀 被這個英國政府抓了 又判了他 他又不要坐牢 就要打那些女性荷爾蒙 搞得他的胸部又大了 影響他的身體和他的腦 變成他很多原因 加上 出之就是 每個人都感覺到他是應該自殺 但是因為他是一個 他們叫他做一個 就是有接近一種危險 或者危機的一個 這樣的解馬的 一般叫做英雄 但是其實他真的在工作 但是他變成就是說 加上同性戀 是很容易被人去威脅 威脅了 就會逼他講很多話出來 所以他 因為這樣的危機 隨時會被一些高層 將他滅口 所以第三個理論就是 他是被謀殺 其實是很難回答 是的 我們就說 因為楊教授 聽說他是口琴冠軍 好像是1967年獲獎 是 世界冠軍 世界冠軍 他最高級很厲害 我們今天就有一些屠靈的歌 好像是陸尼有份作詞 詞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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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陸尼作的 還有一些時間 在微播新聞之前 或者請楊月波教授 積極和我們吹口琴 或者陸尼可以唱幾句 讓聽眾一起欣賞 我們聽完之後 再討論關於陶寧 是不是被迫害那件事件 楊教授你可以 好啊 或者陸尼花十秒鐘 講講這首是什麼歌 是第二首 是 其實不一定唱到 因為我聲音年紀這麼大 是三十多 本來有一個女孩子 是遇上1941的女孩的女主角 唱歌很好聽 她應該錄到 但她講不到 因為她剛剛要演出 她只是給了那個配樂 做好給我 但是不可以播 她送來的就是那個配樂 都挺好聽的 但是不行了 因為未完成 所以我不如讀一讀詞 這個呢 就是 名字叫做 You don't need any pardon 就是英女王 去年聖大節前夕 沒有人猜到的 忽然之間 她突射了一套 其實她突射一套 其實她突射一套 都是全世界四十幾個國家 包括我們香港 即我們香港在一個地區 哇 這麼多人一起 但我要交代一件事 其實很多國家 是政府有幫忙的 我們香港是民間的 好了 到現在 我講完 因為 我們 不僅我 會覺得 啊 是啊 新聞啊 覺得她是不需要別人的特赦 其實她是沒有罪的 我們聽完歌 然後我們先講她的特赦 楊教授可以吹口琴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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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Vinnie好像明春有個桃鱗轉的公演 是啊 有沒有 不是 Imitation 不是 就是 因為他本來定義 定義叫做 解碼遊戲 大陸就譯做解碼謎情 謎就是一個謎語的謎 都是這個戲 現在他們譯做 有沒有香港有些話劇會做這個 在想著 希望 我們期待 工程很大 話劇團體可以想這些東西 香港這麼多話劇團體 外國是有的 其實在2012開始 甚至前一年左右 都已經有很多舞台劇 有一些新派 有歌劇 新派一些的 新媒體的 綜合劇 用很多科技的舞台表演 都是受到屠靈的感染 然後去做過一些演繹 挺好看的 我在網上都見到不少 很多 全世界其實是在2012開始 都進行很多很多紀念活動 我們香港就小規模一些 但是由於陸尼伊的推動 其實我們過去都做了幾個卡的設計 而是得到英國這個官方網站 承認了我們的設計 剛才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這個鑽石 紀念這個 因為是60周年 然後我們請了B-Works去設計這個設計 也都真的想不到 你要介紹一下這個設計師 是啊 B-Works一直都是幫我們去設計 很多的特刊 長刊 Logo 或者是一些書刊 一直在香港 這次就真的很有心機 努尼伊構思 然後套了一個鑽石 花上高 就以陶寧作為一個中心 和綠蘋果做背景 然後設計了一個鑽石花 因為是60周年 而在英國的網站 一直都很重視這個設計 放在他們的官方網站的頭版 而在這一年 我們也做了其他的一些電子卡 都是香港的構思和設計 而好像這麼多個國家來講 我們去設計最多電子卡的一個地方 就放了上網 分別就是紀念他100周年 紀念他出生的100周年 和他死的60周年 還有就是紀念他一個死黨朋友 不如陸里伊講一下 這個Malcolm和陶寧有什麼關係 Chris Markham Chris Markham 好像他15歲已經喜歡他 可不可以死了 好像很重死 18歲半就死了 陶寧是被他死一年的 他們其實是相處 1927到193年 頭尾四年 但其實相處是兩年多 因為第一年陶寧是不認識他 只是遠望到很喜歡 是他第一個喜歡 然後就因為相處了兩年多 而他又死了 那他就一輩子都一直掛著他 他雖然也有 他不是情人 因為Chris Markham 不是同性戀的 但是他就會教陶寧 就是要扣好一些樓 因為他是很不修邊幅的 你要扣好一些樓 你的字小也不要那麼吵 還有他們是一起 就是對生物有興趣 對天文有興趣 對數學有興趣 對化學有興趣 一起做實驗 就是終於認識了之後 因為他高級一班 大概一年 但很可惜很快出去 因為他是自小喝了一些有細菌的牛奶 所以就自小都有果挺的肺爐病 經常要進醫院 很可惜 所以後來 其實陶寧除了生物 天文之外 他還是有研究 Mind 就是他會覺得一個人死了之後 應該還有一些東西在那裡 他就一直追蹤著 還有覺得他應該和Molcom 一直都在一起 就為了Molcom 他一定要做很多事情 當他是旁邊這樣 是一起去研究很多事情 摩琴怎麼死 就是肺爐病 肺爐病 好了 我們等一下要聽聽眾的電話 電話號碼是1872311 或者全真27949887 也可以面書寫香港電台廣東西 我們聽完新聞報告之後 就可以接聽聽眾的電話 知識領域 網羅文化通識 星期一至五 香港電台第一台 晚晚和你 廣東廣西 好 回到最後半小時 廣東廣西的人民風景 直播室有 傅偉儀女士 有陸妮女士 有楊悅波教授 和岑日菲 我們講的題目是 紀念圖靈 聽眾的電話之前 我們的電話 先講講 是1872311 或者全真2794 9887 也可以面書寫香港電台廣東廣西 現在出現一個叫做 圖靈現象 因為圖靈熱帶了很多不同的商品 也紀念不同的藝術品 或者請Winnie講講 剛才聽眾還沒打電話 例子前 你講講 有什麼跟圖靈有關的藝術品出現了 剛才你講了杯 不是 我是想講一些 大型一點的藝術創作 一向我們是搞藝術展覽的人 都是很關心 現在 譬如我們現在這個地球 面對著一些 什麼的問題 譬如環保 譬如是 建築樓 建築殼 而我之前那個微波的藝術展 就是關心科學和藝術怎麼結合 尤其是 譬如剛才講的 有馬法和解碼的方法 其實已經套用了很多的藝術創作 譬如 最早電腦的其中一個藝術作品 就是我們都帶來香港的 叫Love Lapper 原來電腦最早在曼哲斯特大學 第一個他們設計了一個程式 是可以令到那個程式 是教電腦寫情訊 那個就是 Manchester University Computer 那些情訊全部處名 最初那些人就在一個大學的城裡 看到M...Manchester University MUC 他們以為MUC是一個男士 寫情訊給某位女士 那就是將貼在那些櫃布板上 而這個設計 就是在幾年前 有一位David Link 英國的藝術家 就把它複製回那個電腦 那個程式 還原回那個時候 那個電腦 就直接寫了當年的這些Love Letter 然後又將貼出來 那你就看到了 其實呢 如果你是有一些好的處理方法 電腦是可以幫你做很多藝術創作 那麼也都有一些現在電腦 很流行的一種藝術是什麼呢 叫做Generative Art 即叫衍生藝術 其實是透過電腦自己 它可以運算運算再運算 然後呢 是做了一些很美麗很美麗的圖案 而不斷地變化 好像萬花筒那樣的 但是就是電子萬花筒 那這些叫不斷做Processing 有個電腦的一些運算運算 和處理程式 就我們現在呢 就出了一批 全世界都有的 叫做Generative Art的藝術家 都幾有趣的 這些藝術呢 我們都帶來香港 其實楊教授 我醒起呢 陶寧好像曾經做過 那個國際漲棋的程式 是啊 他研究過這件事 就是拿電腦來下棋 現在都很流行 電腦下棋呢 那時候呢 他跟一部IBM 好像 IBM那時候弄了一個電腦 1997年 就叫做深藍 Deep Blue 是啊 就跟這個國際漲棋冠軍 叫做 Gary Kasparov 是蘇聯的 電腦 國際漲棋高手 就捉贏了Kasparov 那就證明呢 現在的電腦已經很厲害了 但是IBM很聰明 跟著馬上拆了電腦 就是不能再捉多一次 再決勝負 貴事實 下次輸 他贏了 其實很多人說 國際上是怎樣的 但是 維棋的可能性更厲害 會爆肌 哈哈 還沒試 維棋的可能性 概率太厲害了 而且還有一些事情 根本是靠到 某種 去到維棋高手 都是靠一些直覺 那些不可以用邏輯計算出來 沒錯沒錯 剛才楊教授不是說了Alan Turing Test嗎 是 啟發了很多人工智能的科研 但是Alan Turing Test 其實到今天來講 到今天發展到今天 那些Test呢 其實有兩間房 就好像有兩個電腦停 你思考 那你就是第三個人 就是去 見不到那兩間房 A和B 究竟是一個人還是一個電腦 那其中一個就是人 一個是電腦 那你就是跟他聊天 那你就分別跟A房和B房聊天 然後你猜一下 究竟哪一部是假的人 哪一部是真人 那其實原來 陶寧就以為 電腦發展到90年代左右 那些運算 就可以令到電腦說話 就好像人那麼厲害 但結果不是 因為我看回資料顯示 就是到今天來講 那個電腦程式 還是未可以 譬如很簡單 我問你 岑前輩你今晚去哪裏看電影 那你還可以 那電腦還會回答你的 就是我去哪間戲院看電影 但是呢 如果他問你 你喜歡哪一隊球隊 那就難搞的了 開始 那電腦回答的東西 就開始很古怪了 好啦 我們先聽聽聽聽 聽眾的電話先 五三 請講 我聽了你講 我找一找 其實有些奇怪 陶寧就是一個解碼 其中一個工作就是解密碼 是 那個就是德國的機局 一個迷 那陶寧這個人 其實也有少許是一個迷 那一件事 好像大家不知道 沒有留意到 那他死的時候 四十多歲 就說 被人是 被人告 是同性戀 就是 就是 很嚴重的 這個就是 就是 就是 當時的 但是 實際上 他應該是 十多年前 就是四幾年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是同性戀 因為我看 這個記憶體 就說 當時他也有個 不知道他未婚妻 跟著後 就不跟他結婚 因為他向個未婚妻 承認他是同性戀 那我想 其實當時 他這班解碼的科學家 英國政府怎麼會不知道 他是同性戀 是吧 如果 我當然是二十四次 就跟著你 老實說 如果你有什麼 出賣了情報 那他不太太 那麼 為什麼他現在 去到五幾年 才被人告 就是說 警察 他自己承認 什麼 就是這樣 然後就要 搞到他後來這樣 其實會不會 就是 好像中國人所說 他叫做 秒盡工床 兔死狗牌 哈哈 你看一下 楊教授 我 我覺得是 補光的問題 就是 如果 只是 做的時候 因為我知道 就不只是他一個 因為那時候 都有其他 譬如劍橋那些 同學 都是 有同性戀的 傾向 但是 每個人都 蓋得很密 這次 其實 就顯示了 一件事 就是 他那個 朋友 另外一個朋友 就來他進來家裡偷東西 那 陶寧就很 很不奮氣了 報警 報警 一起去警局 就說 他偷我的東西 警察 就再問多些 你跟這個人有什麼關係 那他 完全沒有這個社會智慧 你是很厲害 但是他不想到 他承認 他說我是同性 公開了 那警察去做事 是違法的 於是警察就控告他 一件事情就控告他 而呢 因為他做的工作 是很秘密的 也沒有政府的人介入 就 作任何的干預 或是保護 那這個時候是很不幸的 那他的秘密工作 都很後期而曝光 嗯 可能他那時候 在做解駕的時候 其實明知道 同性戀 但是那些時候 被保護中 因為他有利用價值 拿來做解駕嘛 但是問題到 他後來 五四年 五二年的時候 政府覺得他已經沒有利用價值 他變回一個普通的研究員 普通的研究員 而他自己承認 他是同性戀 就像你說 要做事 你不說沒事 你自己承認 就不得不理 對吧 所以有這個特點 就會出來 所以有時候 這些事情就很難說 因為 不過那時候是比較落後一點的 因為現在的同性戀 很多都是 嗯 現在我們有個出名 現在有個名詞 叫做什麼 出櫃 出櫃 法例都開始在改 但是仍然是一個禁忌 你聽到宗教的人士 或者其他的 有一些自己的信念 都可能反對 始終這個是禁忌的情況 在全世界現在很多國家 都還不太接受 沒錯 沒錯 我相信當年 是更加部首更加部首 他們是 的確有 我相信 在英國來說 現在都是很開明地 接受同性戀的一個國家 但是在當年 肯定是 所有這些活動 譬如他們去酒吧 喝東西 或者就算約一起去聊天 可能都很隱備 是非法的 那時候 法例是非法 現在就沒有了 不過現在聽說 你說同性戀已經很歐了 不是叫同性戀 叫做LGBT LGBT 後來還叫做LGBTQI 還有最新的叫做LGBTQIA 你們有沒有聽過 QIA還沒聽過 LGBTQIA還沒聽過 不是 因為現在你說 Homosexual是歐的 因為你說什麼 Homosexual是什麼 L就是Lesbian 就是女同性戀 G就是Gay 就是男同性戀 B就是LGB B 就是Bisexual 就是有雙性戀 現在很多人 又同性戀 又雙性戀 連在一起 T就是Transgender 就是跨性 跨性 那種叫做 Q 六年沒聽過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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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以前有的 I就是intrasex 中性 現在都很多 現在還有一種A就叫做聯盟 就是大家一個L 為甚麼呢 問題就是你們三個是同性戀 我不是同性戀 但我支持你們 我走過來一邊好像是你們的群組人 我不是的 就變成A 現在很複雜 這個Description 越來越複雜的形容 不可以直接說這件事 其實你對陶寧有很多東西說過 你是陶寧 發燒油 我是不是我說年紀大了 你一問你的東西 我三個小時都不能說完 當然不是今晚 但是陶寧你好像在編一些書 就是已經花了幾年時間去籌辦 是不是可以透露一下呢 就是這個進程 你好像在編不止一本 是不是 很多朋友都交了稿 不過我想十日飛都會很了解 我是很懶惰的 那還沒放棄吧 駁長條命 如果編到就編了 一個是漫畫繪本 是 是阿高畫的 是江瓊珠那個進一部出版社 答應了兩年多 不過還沒寫出文本 現在其實有好處的 隔了這麼久 知道的東西是多了 就不是說我2012的時候很天真 就是我要做些事情 但是當時做些事情 其實知道的 不是現在這麼多 現在不敢說多 但是多過兩年前 一個就是很多朋友 交了稿的一個紀念集 另外一個就是 因為陶寧很喜歡聲喪 就是我們的打油詩 他自己有寫 他的同學也有寫 所以有少少受到感應 我這年都寫了很多打油詩 有英文的 有中文的 也有很多朋友是有和應 其中有些都勉強見得人的 這個是會叫做 陶寧靈圖由詩集 有陶的 不知道什麼時候編得完 這個是阿清河那個畫家 他那個油畫叫做陶寧靈圖 因為陶寧 你可以照鏡 是 兩個字 就是中文 繁體字 可以照鏡 他很喜歡 差不多了 我不可以看出這些 會不會有關 比如說陶寧靈圖 很多陶寧的 很多人不為人所留意的 這些小地方 其實都可以說 譬如說 陶寧的 他的成長過程 他看的第一本書叫什麼書 譬如說 都有記錄 有啊 他是不是第一本就不知道 但是應該就是那個 Wonders of Nature 即他很小 Wonders of Nature 即是 必須知道的 一些大自然的 被告被 那本書 其實我慢慢來 看法了他很多東西 應該絕了板 但我想網上應該有 但我因為很懶惰 所以就沒有特別去 看他整個網都有 裡面很多東西說 就是大自然 整個人的身體 很多很多東西說 根據他引出來的那些 是 是受過一些影響的 好 有一件事想補充一下 就是 美國總統奧巴馬 就去英國 就 2011年那時候 5月 就是去 國會 嗯 就對 英國兩 上下議院 就作一個 講話的 那他在那個地方 是 是這個西文寺 就 Wesminster Hall 就是國會那邊 那Wesminster Hall 呢 只是 呂王 教宗 和孟德拉 在那裡 可以對所有議員 講話 以前那些美國總統 要去另外一個堂裡 講話 那這個就是 英國對 這個奧巴馬 美國總統 是一個很大的榮譽 那他就講美國 和英國的partnership 那他其中呢 他就將 陶寧 比喻 Steve Jobs 牛頓 達爾文 愛迪生 和亞恩斯坦 並列 就是地位非常非常高 那他說 我們有 我們有這堆科學家 你英國呢 你又有 Alan Turing 所以 鞏固了他的地位 但是 你說起達爾文 我想起 圖靈好像 很反對進化論 所以他以前 夠深入數學 他很反對達爾文 那套進化論 認為人的 結構各方面 不是通過進化而來 所以他要研究 從數學方面研究 他不一樣 我也不覺得 進化中學很有問題 因為太過很多大膽 我想問一下 楊教授 我們沒有提到 陶寧的父母 那他父親應該是 在印度做事 是英籍的 在印度的公務員來的 所以經常要來往兩地 陶寧早年的時候 都應該經常在印度 英國兩邊走 不是印度 陶寧擺了在 人家裡 寄養 因為他父親是工程師 但是住在印度 娶了另外一個女士 是印度人 不是 是英國人 但是他不想陶寧在印度長大 所以放了陶寧在另外一個 一家人的家裡 這樣長大 成長 那他有沒有兄弟姊妹 有個哥哥 有個哥哥 他的哥哥後來成為什麼人 那些東西有沒有記載 他哥哥成為一個 都幾不喜歡他弟弟的人 哈哈 即是不是搞那些科學的 那些研究 正式不是 好像是爺 好像是爺 是學者 如果再追溯 他爸爸就是做普通的工務員工程師 好像爺 好像在 拿過數學榮譽 在劍橋 拿過榮譽院士 我不記得做了 哇 你做了很多工夫 哈哈 我也是徒嶺 已經徒嶺發燒友 給你一撩起 是不是 所以這個徒嶺 徒嶺 阿爺拿了數學榮譽院士 他是去劍橋讀三馬學院 還有他有一件事我很想知道的 不知道是楊教授 他曾經有一場辯論 跟這個維根斯坦 聽維根斯坦劍橋 說的數學原理 數學原理那方面 和他和徒嶺有一場很好的辯論 講徒嶺堅持數學上的形式主義 那個是很精彩的辯論 應該是 那個很出名的 很出名的 兩種不同的思維在這裏 維根斯坦說的 數學不可以拿到很絕對的東西 他們很研究一些 證明了數學上的 是不可以證明到的東西 是嗎 他有一份很經典的論文 就是那個 Enscheidungsproblem的那個 是 我叫論可計算 數字及其在判定 問題上的應用 是的 是一個德國的數學家 David Hilbert 提出一個哲學理論 叫形式快判斷 我不是讀數 所以我完全不知這些東西 為什麼 但是這個定定了 那個圖嶺基的理論 好了 我們要播一首歌 這個是關於圖嶺的歌 楊教授說 你先介紹一下這首歌 很快介紹一下 這首叫圖嶺曲 就是陸黎女士的作品 歌詞就是辯小聲 有另一位朋友叫辯小聲的 詩做歌詞 之前就是鍾志榮 就是我和春天有個約會的作者 還有Ben Zhang 就是普曲 由香港聲樂家馮夏賢小姐主唱的 不過第一個版本 大家可以聽到是鼓劍琴的 用MIDI的 訂了上Youtube 給人分享 在2012年9月的時候 我是青年會口琴隊的 何良誠 我們指揮 編入了音樂會的節目 我們指揮李尚程 另外一個指揮 改編了做口琴樂團 叛奏女聲公開演出 是第一次 由歌唱家馮夏賢小姐 我們又叫他屁老師 他是江華老師的學生 是香港出名的聲樂導師 我們有幸跟他合作 也是緣份來的 請大家聽聽 是你翻譯的英文詞 英文詞就是我翻譯 等一下大家聽到 第一段就是中文 就是鼓劍琴 MIDI 就是比老師唱 第二段就是口琴隊伴奏 就是英文那方面 我負責是譯那個詞做英文的 沒有他沒有你 他是電腦之父 你是電腦之子 沒有他打不了記 打不了記 打不了記 那來也必 總有塗鴨 靈不富裔 屠靈先知 露莫同志 不甘恩基定罪 不甘恩基定罪 勾毒蘋果而死 六月二十三明壽 終年四十二 蘋果老狗 為他討獨不斷 為他討知 博無穴頭 也有三思 事全心亡到切 陪我老狗 拐头去尽 拐头去尽 拐头也人生死 诗之心也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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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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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算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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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